接下来方程老师要介绍的是选填A 他说用大小一样的钢珠可以排成正三角形 正方形 正五边形的正列 那排列的规则如下 正三角形的正列是这样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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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正方形是这样 那正五边形是这样 好 那么已经知道M个钢珠恰可以排成 每边N个钢珠的正三角形跟正方形正列各一个 如果啊 而且知道这M个钢珠呢 去排成每边N个钢珠的正五边形的正列的时候 会多出九个钢珠 问你说N等于多少M等于多少 那这个题目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 这个钢珠呢 正三角形是这样 边长每一边是两个 边长每一边三个 相当边长每一边一个 边长每一边四个 那 你发现到这个跟它 这个是在这里 所以 这个是加两个 对不对 对它来讲呢 它这个 这个也在这里 它是加三个 这边呢 这个 这个也在这里 那它又是加四个 所以N等于4呢 那就加4 所以它是等于AN加上N 对 应该是说 AN-1呢 AN加1 后面这一个呢 后面这一个应该等于这个AN再加上N加1 或者说简单讲就是反正这到底每边四个有几个人是1加2加3加4啦 那每边三个就12加2加3啦 所以这个其实三角形数就是 1加2加3加 一直加到N 就是每边N个 好 那这个正方形数就更简单了 这就每边四个嘛 好 那当然这是 这是4416 这是4的平方 这是3的平方 这是2的平方 好 这比较没问题 好 正方形 那五边形数呢 好 五边形的时候你发现到 诶 这一个 这一个在这里 好 那多这样子 好 那 这一个也在这里 那它也多这样子 那这一个也在这里 那它也多这样子 其实都多了三个边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你每一次都多了三个边 那三个边到底是多少呢 好 就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好 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 这个在这里 那它多这样子三个边 那这三个边要怎么算呢 跟这个三在一起的时候 好 这三 那这里三个三个三个 总共有几个呢 它就多了这么多个 那每边三个 这边也三个 但是这个是重复的 这边三个这边三个 这个也是重复的 好 如果不重复的话 它就会刚好每一边三个 就是说如果多给它一个 那这边多给它一个 那你就会 好 这边有三个 这边也有三个 那这边还是三个 好 所以你就是三乘三 但是要减掉这两个 这两个不是 这是我多画的 好 所以它是 3乘以3-2 好 那这边跟 这一个就在这里 所以它多出来也是多这样 那也是有 这个跟这个也是重复 这个跟这个 这个也是重复 所以我同样的 就是说我给它 它重复两个 我一样给它两个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好 那每边四个 那这边又有四个 这边也会有四个 那这边也是四个 所以是3乘以4 3乘以4 但是也是多两个 是我加上去的 也是要减2 好 所以你 第 就是你每一层啊 每一层都是 3乘以N 好 第K层就是 3乘以K减2 第三层3乘以3减2 第四层的最 所以 又比它又多了 3乘以4减2 第四层 3乘以4减2 那第三层是3乘以3减2 那这些都要加起来 都要加起来 所以就从这里开始 1要加这个 这个也是一样 就多 每一边两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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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其实它就是会有重复 那重复的话 这边两个跟这边两个 重复一个 这边两个 这边两个重复一个 所以一样我给它两个 它有重复两个 这样每一边就两个 这样也每一边两个 这样也每一边两个 所以它是2乘以2 然后多两个减2 好 所以 都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那 每一层每一层把它加起来 1加上这一个 好 再加上又多 比它又再多这一个 所以你发现呢 就是 你这个正五边形数 是这个去相加 好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正三角形数呢 是1加2 正三角形数呢 如果每边是n呢 每边 边 边 n的话 我们把它同学一下 每一边n的话 每一边n个 每一边n个的时候呢 正三角形数呢 正三角形数呢 它其实是1加2 加到n 那1加2加到n 当然是答案就是2分之 上底加下底 首相加末相乘以高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正方形数我们刚刚讲的 正方形 就是n平方 2平方 3平方 这已经加全处了 n平方 这个也是加全处了 那正五边形数呢 好 五边形呢 那它是要怎么加呢 它是 1加上这个 好 这个都减2 2等 3乘以 3乘以2 诶 这个数字 写得有点怪怪的 3乘以2等2 3乘以3减2 3乘以4减2 那这个1其实也可以写成的 3乘以1减2 对不对 所以它也可以写成这样 那所以其实就是 每一个这个都加起来 所以它就是 全部都用 3可以 这边全部加起来 大家都有3 可以把3提出来 然后 1 2 3一直加到 其实是 1加2加 直接用 1加2 把它写在这下 等于 3乘上 1加2 一直加到n 1加到n 1 2 3 一直加到 4 那加第n个 你变n的话 就加到n 加到n 然后要减掉 这里减2 减2 有几个2呢 那有n组 所以有n个2 那n个2 总共要减掉 n个2的话 就是2n嘛 就是这么多 那这个 那这个 的话 其实就变成了 就是 3 乘上 2分之 刚才这个 n加1 乘n 1加n 跟n加1 一样 减掉2n 减掉2n可以写成 2分之 4n 那这个 这个把它乘开是n 平方加n 然后乘以3的话 大概就等于 2分之 这个 3n平方 加3n 那再减4n 那加3n 减4n 就减一个n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写减一个n 好 减一个n 好 好 那现在呢 它说 m个刚珠可以变成每边n个刚珠的正三角形跟正方形各一个 所以 你的m呢 就等于 所以呢 你的m就等于这两个相加 正三角形跟正方形每边n的各一个 所以你的 m呢 是等于 这个 2分 就是把它乘开 n平方加n n平方加n 好 那么再加上正方形数n平方 好 那 题目又说 如果你把这样子排完了之后呢 这m个刚珠也可以排成每边n个刚珠的正五边形 然后会多九个 也就是说这个m呢也可以写成也可以写成正五边形的正五边形的就是刚才这个 就是 2分之三 n平方 减n 然后 然后会再多九个 再加九 再加九 好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得到说 哎 这两个就相等 那你通通把乘以2的结果呢 通通把乘以2呢 这个2就不见了 就是n平方加n 所以可以得到n平方加n 那这个乘以2就是变成加2n平方 好 等于 那这边乘以2呢 这2也消掉是3n平方减n 3n平方减n 那这个加9要乘以2就是加18 好 就可以得到这样 那你发现这n平方加2n平方 就刚好3n平方跟3n平方刚好相等 就可以把它约掉 好 那n一过来就会得到n加n就是2n 2n就会等于18 2n等于18 那当然就得到n就等于9 好 n就等于9 那n等于9 m是等于这样啊 所以m就等于多少 m就等于 2分之 其实可以用 好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的n乘以n加1 就是 这个可以出n嘛 n n乘上n加1 那现在9到1就是9乘以10 9 9 10 再加上 这个n的平方 那n是9 就是9的平方 所以呢 这约掉是5 9545 45 45 加上81 就等于126 好 所以我们的m跟n呢 n是9 n是9 m呢 就是126 好 那你亏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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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